哈喽,大家好,我是丁宁 在这里呢,今天我会通过几个肩部以及上肢牵拉的动作 然后给予大家一些关于居家呢,一些健身小妙招 耸肩,可以理解吗?提肩向后旋转 倒是目视前方啊,目视前方就可以 然后提肩向后旋转 提肩向后旋转 我们一定要注意配合,呼吸,也就是呼吸气 呼吸,呼吸气 呼吸 整个动作我们做了,这个8到10个就可以 好吗?第二个动作呢,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我们进行牵拉90度这样的状态 然后呢,用你的这个手去扶住桥 记住啊,就是说不是完全的侧面 而是在你的侧后方一点 然后你的身体呢,也靠近这个墙 侧身的时候靠近这个墙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我的手是在我身体上有点偏后腻 这样一个状态,在这样的状态呢 上身呢,往墙的这一块去靠,呼吸旋转身体一边 往另一侧,也就是说你现在右边靠墙的话就往左侧旋转 左侧旋转 保持呼吸 然后另一侧主要啊,另一侧主要,还是这样 在你的身体的侧后方,OK 然后呢,身体靠墙,然后旋转 往你的这个,现在是往你的右侧旋转 同时配合呼吸,旋转后,保持 好,慢慢回来躺下 第二个前拉动作呢,就是我们的手还是这样 以右手为例 那么呢,还是在他的,看到了吗 斜45度角,向上 然后呢,同时呢,你的腿呢,前后分开 前后分开,向公布站立 身体呢,就是往前 你的正前方,靠墙的这个位置可以去,稍微压一些 啊,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会充分的拉到你的前 这个前侧的这个肌群 啊,然后也是保持呼吸 好,我们换另一面 另一面以后就转体,转体 小东部,大家看到了吧,不用太深啊 手呢,斜上45度左右 然后呢,用你的身体去往墙的这个位置去靠,呼吸 然后慢慢的放下 这个动作呢,我们也进行这个三到五次的深呼吸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训练 首先呢,我们就是靠墙站立 靠墙 大家膝盖呢,离这个脚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脚啊,离你的这个墙啊 大概10到20公分就可以 10到20公分 好,然后呢,膝盖微躯 膝盖微躯的同时是干什么呢 屁股,我们的这个臀部,臀部去找这个墙 啊,靠到这个墙 靠到墙之后呢,其实一定要注意 这个时候我们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啊,不要过,就是太深 啊,我们还是这样保持一个在这样的状态上 后背,后背这个时候我们前倾 前倾,啊,屁股去这个臀部找墙 啊,然后前倾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 大家看到我的手了吗 手是拇指朝上 拇指朝上 在这样的一个姿势下呢,我们可以向上台 好,现在不要往下再放了 啊,保持这个平衡以后 往上台,慢慢的往上台 做这个动作 啊 这个动作就叫爱 爱字形 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双手打开 双手打开的概念 其实就是完全的是水平 水平 同时拇指啊,拇指还是朝上 朝上了,然后打开 双臂打开之后 还是按照刚刚这样的一个动作以后呢 在侧面向上台 向上台 侧面拇指朝上向上台 这是 这个动作 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做歪 歪字形 然后也是拇指在你 刚刚我是在整个的正前方 我们稍微要打开一些 对吧 歪字形 然后呢 向上台 啊 保持呼吸 那么现在当我们做完一如小臂量之后呢 我们进行的前拉 就是说 你的右手还是以右手为力 在你的身前 大家都还记得红领巾吧 上线队员去敬这个敬领的时候 是有点第二个动作 把我们的手 手掌 手掌的这个部位 完全的面对前方 因为我们要面对着墙 要面对着墙 面对墙站 还是一样 让它在你的头 头上方 斜45度 这种感觉 之后呢 充分的去牵拉我们的 后侧的肌群 后侧的肌群 所以 手放在这之后呢 我们的身体啊 向你的右侧慢慢旋转 贴向墙面向右旋转 同时保持你们的呼吸 同时保持你们的呼吸 还是深呼吸 三到五六号左右 然后是另一边 另一边 一样 还是在你的斜上方 然后去 身体要压向墙面的感觉 同时这个向左方 去旋转 做完这个牵拉之后呢 我们还是 要从第一组的训练开始 提肩 向后旋转 提肩 向后旋转 同时五到八 然后牵拉 再做同样的动作 那么整个呢 我们刚刚教了 一个激活 三个动作 以及还有三个牵拉的动作 那么从来应付训练 在一个循环当中呢 我们可以做三个循环 可以做三个循环 好 今天就是我教给大家的 关于肩膀 牵拉 以及小的力量训练 谢谢大家